切分音 現在要介紹切分音的節奏 先介紹什麼是切分 切分是一種感覺 一種概念 這是一個持續穩定規律進行的速度 現在我在當中任意的省略其中一個音 聽起來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這個規律進行的速度 當中突然少了一個音 這是切分音的其中一種產生的方式 另外我要再試試看在這個規律的音當中 我如果穿插一個新的音進來 聽起來會變成這樣子 你會發現 雖然速度進行是規律的 但是聲音的密度會有一些變化 簡單的說 要製造切分音 基礎是一個規律進行的速度 然後在這個速度裡面 省略一些音或者是 穿插一些音進來 基本上你還是聽得到 這個節奏有一個穩定的速度基礎 但是聲音的表現就是變成比較跳躍 我現在試試看 省略一些音 或者是增加一些音 同時進行 聽起來會變這樣 回到爵士鼓上面 我們今天先來講小鼓的切分音節奏 我先分析一下這個拍子的結構 這個練習的基礎是最常見的八分音符節奏 小鼓照常打在第二拍跟第四拍 但是接下來小鼓會分別切分在不同的位置 每一拍 hi-hat只有打兩下 就是打在數字跟and這個位置 分別是前半拍跟後半拍 所以hi-hat會打在 1-and 2-and 3-and 4-and 用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每個拍子會被分成兩個等分 但事實上你也可以把每個拍子想成四個等分 就是1-e-and-r 2-e-and-r 這樣子的算法 所以原本hi-hat打在1-and-2-and 你也可以想像是打在四等分時候的 第一個時間點跟第三個時間點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跟第三個時間點當中 還有一個e這個時間點 然後後半拍的and跟下一拍的數字 當中還會有一個r這個時間點 這個e跟r 也就是每拍的第二個時間點跟第四個時間點 這就是今天 左手的小鼓要去切分的位置 接下來第一個練習 就是要把小鼓切在第三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1-e-and-r 2-e-and-r 3-e-and-r 3-e-and-r 4-e-and-r 1-e-and-r 2 & 3 & 4 & 現在我要切在第三拍的第二點 第二個練習 我要把小鼓切分在第二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也就是1 & 2 & 3 & 4 & 或者念成1 & 2 & 3 & 4 & 1 & 2 & 3 & 4 & 甚至念成1 & 2 & 3 & 4 打起來是這樣子 現在我要切在第二拍的第四點 各位可能已經發現 當你要切分在第三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這個手感跟切分在第一拍的第二個時間點很像 第二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跟打在第四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感覺也是一樣的 所以目前一共有四個切分的時間點要練習 分別是第一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以及第二拍的第四 第三拍的第二 以及第四拍的第四 這四個時間點 現在來聽聽看 切在第一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切在第一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現在來聽聽看 切分在第四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切分開